刺到頭 沒辦法 讓他 他的 指控CAP的那個數據 到達的程度 就不會再 可以啊 這是 這就是說 現在就是 有時候 裡面都會 一直 靠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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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 它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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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這個 可能可以說 你可以挑一些 正常的動作 可以動畫柔軟 然後 像是我們就請你這件事 就請他照著 就是 排出一樣的動作 嗯 就是有些可能是變成說 它是 靠身體來演出 嗯 就比如說 耳朵不可能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絕對不會讓他 這樣做 可是我覺得這樣 其實你會心是 有蠻有趣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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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是手在胸前 所以耳朵就會吃到 那不然這樣好 就是說 在很多底下 再加一個 Node 我可以設定說 當他的那個 手的Node 越靠近身體的時候 我就把它折起來 比如說這樣子 是像這樣 聽說 上次也可能 耳朵是會這樣 因為他本來一片是 耳朵一片是這樣 可是他比如說 我壓到的時候會折起來 嗯 也是這樣 還是動畫也可以先做好 然後變成說 我覺得比較好 就變成說 如果轉到手 轉到這裡的時候 事實上 耳朵就是會 會這樣 變成 這樣就好 那這裡都可以活動 像耳朵是兩手控制的 是左手 喔 左手 對 只有左手 左手 然後近設定 換你臉 所以 喔 所以可以把他動作 設定起來 只要到前面 就是這樣 也可以 就是 隔著我們就是說 變成說 看人家什麼事什麼樣的效果 他也沒可以先做什麼動畫 然後變成說 我可以設定說 他動作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我就去播那個動畫 而且是可以播到某一個程度 就是